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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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师就万万不可以这样叫 万万不可以 为什么? 一般大师这个名称呢 他在社会上是非常通用的 比如说有特殊才能的人也会被尊称为大师 像中国有名的国画大师 张大千大师等等 在佛教里面大师是菩萨的意思 在佛光山大师就只有一位 就是新云大师 其实大师在六十岁以前也是被称为新云法师的 后来弟子们就研究说 哎呀我们现在都称法师 师父也是法师 那到底谁大谁小 后来呢 持荣法师就提议说 那我们称师父为大师好了 大家一致通过 不过呢 大师说在他的心目中呢 没有感到大师是大 或者是法师是小 他只是一个假名而已 不过对于师父的一个尊敬 我们在佛光山就只有一位大师 没错 所以你到寺院里面的时候见到所有的出家人 你都可以用法师或者是师父来称呼 我们没有什么特定说 跟我特别靠近的才可以叫做师父 然后一般圆圆的 就是你对他是敬仰而已 你就可以用法师 没有这样分别 我们没有这个分别心的 没有 那当然如果我真的想要问法师的法名的话 那我是说 请问法师您的法名叫什么 这样子问是礼貌的吗 一般呢 我们不会这样子问 如果是比较符合佛教礼节的话 看到法师就可以问说 法师请问您的上下怎么称呼 当然如果你问说 法师你叫什么名字 那我们也OK 也OK 不是什么大错啦 但是就是比较符合这个礼节的话 就是法师请问您的上下 那法师的回答就会是 我最直接回答说 我是自宣 很少人会说 我叫上之下宣 我们就直接说 我叫自宣 但是的确也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回答 上直下宣 几乎不会 所以道理要清楚 学佛有去处 下一集呢 再帮你解答 学佛路上的疑难杂症 谢谢 知学法师 谢谢李强 道理要清楚 学佛有去处 佛有Q&A